作为同样珍爱大熊猫的中日两国人民 应该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 共同发展 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国民众 通过可爱的大熊猫 接下良缘 参与中日友好交流合作 助力中日友好交流合作 与中日关系的健康问题发展 参与广大日本民众 到中国看望香香和他的伙伴们 希望香香和他的伙伴们 能够继续给中日两国人民 带来更多的欢乐与友好 香香这只熊猫它比较胆小 而且就是对环境的适应也比较慢 所以说 它的这个适应的过程 也是一个比较长的 它现在在我们这个环境 它已经基本上就是适应了我们现在这边的生活环境 而且它很喜欢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 也适应了我们现在的一个饰养方式 它现在过得很好 身体也长得很棒 您能给我们透露一下 香香在找男朋友的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吗 因为它现在今年还没有参与繁殖计划 所以说我没有什么好透露的 这个要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 还要根据那个大熊猫繁育的系数来评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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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